現在整個雞蛋的供應情形 我們大概還是維持在11萬2000箱左右 也就2200多萬顆 那需求的部分 那加工業者也配合我們減少並調度 那我們只是說 國內的相關的鴨蛋 也可以來同步的供應 來供應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讓所有消費者 那盡量可以取得蛋白質 所需要的所有的這些雞蛋 那鴨蛋只是一個 其中的供應的一部分 當然是被質疑說 鴨蛋可能不能取代雞蛋 我想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我有特別說明 其實雞蛋跟鴨蛋 在加工的部分情形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然我們在加工的部分是無法取代 但消費者的部分 那鴨蛋的部分 我們也是歡迎大家來 購買國內的這樣的一個農產品 所以原則 還是會全力的調度雞蛋 來滿足國人所需要的 那只是說 這時候我們當然很樂意的來促銷我們國產的 現在也跟我們所有的消費者報告 我們掌控的今年的所有的大宗物資 尤其是玉米的其後價格 是在穩定的回穩 所以我們的飼料的成本 在幾個禮拜前已經回跌了 每公斤0.5元 那我們會認為這樣的一個價格 飼料的價格會相對的回穩的時候 我想我們飼料的 我們續產品的這樣的一個價格 就會穩定在一定的水準